每一段婚姻都需要两个人同时去经营 这样才能够让对方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可是现如今有很多女人 她们总是在自己结过婚之后得不到满足 穿儿会在外面寻找别的眼男人 在那些男人身上 以此来满足她们的欲望要求 可是她们却不知道 往往就是因为她们这一个小小的举动 穿儿导致了她们失去了原本幸福的家庭 和一个爱她的男人 如果你的女人有以下的几种表现的时候 那么就能判断出 她已经背叛了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一直在外面有人了 并且早都已经把你扣上了一顶大大的绿帽子 只此你不知道而已 一 总是被对你偷偷的接电话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也好 她们都会去背叛自己的婚姻 所以才酿成了现在很多家庭妻离子散 家破人亡 往往最受伤害的就是孩子 要想判断一个女人 在结过婚之后有没有在外面偷人 就可以通过她每天的接听电话次数 在你和她刚开始结婚的时候 你会发现她的手机 几乎每天都没有人给她打电话 可是当你们过了几年之后 你再发现她的手机几乎每天都不停地响 并且有的时候还会被着你在厨房 或者是卫生间偷接电话 当她出来的时候 你询问她是谁给她打的 她就会和你说是自己娘家人 要么就是自己好朋友 可是一个聪明的男人就能够判断出 眼前这个女人明明是在向自己撒谎 如果你不想让她再这么一措下去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当面和她挑明 如果她还能够知错就改 那么你们还可以继续生活下去 开始自动着装打扮 爱美之心人人都有 都说世界上没有丑女人 只有男女人 当初你和自己的女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发现她即使年龄很轻 却在结过婚之后 并且有了孩子 把自己打扮得像个老太太一样 甚至有时候你都会觉得她出去让你丢人 让你在自己的亲朋好友面前抬不起头 可是这个女人她是非常的爱你 可是时间久了 你会发现自己身边那个女人 开始注意起自己的着装打扮 每次出去玩的时候 都会化上半个小子的妆 这样才能够安心的出门 虽然这样的女人看上去很有气质 也非常的漂亮 可是你却不知道 她其实在外面早都有了自己的头绪 才会有现在的这些行为 三 经常会把离婚挂在嘴边 我们都知道 婚姻当中最忌讳的就是离婚这两个字 虽然看起来没有多大的含义 可是如果一对恩爱的夫妻 经常在吵架的时候 常常把离婚两个字挂在嘴边 一次两次无所谓 如果次座多了 就会让对方感到心寒 尤其是一个深爱你的男人 她最不想听到的就是这两个字 因为在她的心里早都已经占据了全部的位置 她想和你共度一生 不想你走向离婚这条道路 可是如果一个女人在和你结过婚之后 经常会因为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 就把这两个字拿出来对你说 那么就能够判断出这个女人 她并不是说说这么简单 而是内心深处真的想和你离婚 只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她现在想通过这种方式 让你自己慢慢明白 最后再把矛盾指向给你 这样她就能够潇潇洒洒地离你而去 像这种女人 她们的心机太重 如果你遇到了 就趁早和她解散吧 四 对异性来者不拒 现在很多的女人 她们都是属于一种水性洋花 总是在自己结过婚之后 还在外面不停地挑三拣四 每天出门的时候 都会对别的异性抛媚眼 像这种女人 虽然表面上长得俊俏 可是内心却非常的邪恶 她们和男人在一起 根本就不是为了爱情 而是为了她们自己想要的东西 像这种女人 根本就不适合过日子 并且她们总是在自己结过婚的时候 对外面那些男人来者不拒 不管对方的年龄有多大 她们都不会去顾虑这些 只要对方给她好处 她就会服服帖帖对那个人 如果你遇到了像这种类型的女人时 那么你一定要和她分开 要不然之后 你一定会感到非常的悲痛欲绝 如果你身边的那个男人 在你结婚之后 有以上这几种表现时 那么你一定要小心翼翼多留个心眼 要不然你的日常生活就会非常的痛苦 而且像这种女人 她们经常会反咬你一口 甚至在和你离婚的时候 会把所有的问题都推到你的身上 如果你遇见了 就要立刻和她脱离关系 同时也祝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